我之前要采访您,但是不好意思,以前6月的采访出销 因为我要去香港采访这个防守中的问题 了解 对,谢谢你 其实我想问的问题好多 请教一下,我想问最近的新冠肺炎的问题 这个新冠肺炎的问题的正面的影响跟负面的影响,我觉得都有 您认为这个两个问题有如何 我想新冠肺炎对于患新冠肺炎的人来讲没有什么正面的影响 除了他可能因此有抗体之外 但是也不知道能够保持多久吧 所以对于染上新冠肺炎的人来讲,我想绝大部分是负面的影响 还有有些正面的影响? 我觉得染上新冠肺炎对个人而言完全没有什么可以说正面的影响 最多只是说如果他康复的话,那他会有抗体 所以因此就不会在短时间之内重复染上 但是病毒也是有可能突变 而且这个自己染上之后得出来的抗体能维持多久 科学家们也没有很明确的见解 所以也不是说他好像一辈子就免疫了 这个还是要等到疫苗出来 所以我觉得染上新冠肺炎这件事情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正面的影响 嗯,知道 嗯,知道 那个 新冠肺炎发生之前跟之后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情况 怎么改变更好的这个世界? 嗯,对,我想对于整个世界来讲 这是第一次全世界是用一样的时间尺度 再看一个全世界的问题 因为病毒是没有国界之分的 那当然以前也有一些没有国界之分的问题 好比像说埃养化碳等等 但是毕竟就是国家如果比较小 或者是岛屿的形态 好比像说日本或台湾 那这样感受到气候变迁就感觉到特别多 好比像说关于气温啊,台风啊等等 但是如果面积比较大的话 那对于就是气候变迁的感受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烈 所以每个国家虽然都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它的强烈的程度 有些是这一代就感觉到好比像说图瓦路这一类的太平洋的岛国 有一些是下一代会感觉到好比像说日本跟台湾 那也有一些是下两代才会感觉到嘛 但是以肺炎来讲是所有人都是这一代就感觉到 所以这是世界性的问题之外 也是全世界有相同急迫性的问题 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所以因此我们也累积了很多就是以全世界的规模 解决世界性的问题的这样一种经验 这个部分也是比较好的正面的这个可以讲正面的部分 未来也许是可以用在正面的部分 好像说一起解决气候变迁问题 对 是的 好 了解 另外 不好意思我的重演还是现在要留意 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些世界上有比如说在美国大选之前发生的有些分割 或者天歌或者是有些国家对移民的这个排气等等 在这些发生好多这个天歌的现象 人类要克服这个面对这个问题的话 最重要的这个因素是您认为是什么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达到一种好像同舟一命 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太空船上 也就是地球 那每一个人如果染病的话 事实上都会对其他人造成负担 那这件事情我想在就是到国 是比较容易了解的 因为人口密度相对来讲稍微高一些 而且像我们的群民健保 如果说我们只保护有投票权的人 或者是说有国籍的人 而不保护 好比像说国外来台湾的工作者的话 那其实非常容易出现我们叫做破口 就是防疫的破口 那如果出现的话 当然或许像您说的 会有开始社会上面分裂 变成让一部分人去怪罪另外一部分人的情况 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是一个同舟一命的感觉 透过共用的这样一种健康保险 把所有人都纳入这个保护伞之下 任何人都可以拿得到口罩 本来每片五块钱先要降到四块钱了 那等等的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想对所有人来讲 都不会变成好像互相责怪 而是变成互相保护 那这个不是台湾的问题 但是而是美国的问题 美国的现在的太激烈的分裂的这个线上 那如果你就是美国总统的话呢 你有什么样的好助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对于美国来说 其实他们在这一次的选举之前 本来大家就已经有些反思 就是说是不是说他们的社群媒体 社交媒体感觉上是比较anti-social 就是去助长大家彼此之间互相攻击等等的这些情绪 而不是pro-social 就让大家虽然立场不同 但是可以凝聚共同价值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想会致力于投资在 pro-social media 就是好比像说我们在台湾 有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有join 有像polis这样子的一种超不起来 这样子一种系统 那大家可以很快速的在上面 三个星期四个星期的时间 就可以对于一件特定的事情 好比像说uber啊等等 去达到一个粗略的共识 那越多这样子的经验 越不会被就是你刚刚所讲的这种单向的一种 好像我只能觉得我这边是对的 而没有办法去想说 对方也有一些想法跟我可能是共同的 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对于social media 我觉得是要有进一步的 往pro-social这个方向的研究跟开发吧 pro-social 更正面的 对 然后在台湾的话呢 台湾也有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独物园的这个社会 有的时候 比如说昨天也有发生这个抗议呢 或者是 比日本 比起来日本的台湾 就是原来的这个背景 有好多不同的背景的人 所以 为了这个独物园 这个包容的社会 实现包容的社会的话 您的这个看法就是 这个解决的方式就是 嗯 有吗 你是说解决社会 不够多元这个问题的方式吗 不够多 啊 不是不是 解决这个对立或者是 因为背景不懂而发生 好多对立或者是冲突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 不过通常我们讲对立的时候 讲的是二元对立啊 当你有二三十种不同的看法的时候 通常不会用对立这个词吧 嗯 嗯 嗯 不知道 那比如说 这个比较单纯的问题 那个 比如说昨天发生的这些 这个 啊 中国 那个 比较 国民党或者是在党 这个 看意的这个 这个 啊 不好意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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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他就是那个 坊刚里面有提到说 呃 对于这个多元的声音有包容性 那您觉得这个背景 还有理由会是什么 这样子 嗯 嗯 当然 嗯 像说 呃 我小的时候也是说台语啊 嗯 所以我小的时候讲的 也是双语的整个环境 哦 对那 我想语言越多 越会 呃 传承到各种不同的文化 对于同一件事情 也是用不同的方式来 来思考 嗯 那好比像说像玉山嘛 那在 呃 日本的话 好像当年是叫做新高山 因为是 哦 比富士山还要高的 一座新的山 对 那但是在 呃 原住民族的话 像呃 布农族的话 应该是叫 嗯 嗯 那 那 那 每一个不同的对他的称呼 其实后面承载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嗯 我想 嗯 嗯 嗯 那在每一种国家语言 固有族群的历史跟看法里面 嗯 它虽然是在类似的 地理环境 嗯 但是却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 嗯 所以如果大家都觉得说 哎本来一件事情 就是有二十种不同的看法 嗯 那这样子的话 自然就会有一种包容的情况 嗯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同时承载了两个或以上 嗯 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嗯 所以这是跨文化叫 Transcultural 嗯 嗯 嗯 那比如说接受 嗯 最近 新住民越来越多 嗯 那从这个东南亚或者是中国大陆来的这个配偶 包括这些配偶呢 那 为了 但是 听说有时候呢 啊 对 从大陆过来的配偶的人 有时候发生有些奇事呢等等 嗯 您认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嗯 因为我觉得 中国跟台湾 嗯 还有这个 这个 政治或者是 嗯 看到的 嗯 呃 战争的感觉吧 不是那个实在的战争 但是 还是有很紧张的关系 嗯 所以 有些 台湾人 对这些 从大陆过来的 嗯 有一点 这个 感情啊 嗯 嗯 你觉得 为了解决这个 嗯 有什么样的方法 嗯 嗯 当然像 我妈是陆港人嘛 所以小时候是 老公代义啊 嗯 但是 我爷爷的话 则是四川人 哦 对 他是在四川隆昌出生 所以 我四川话讲的不太好 哈哈哈 对 但是 就是 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并不是一个人在哪里出生 而是他的价值是什么嘛 嗯 那他们 两位结婚的时候 事实上 是 在台湾发生 很不幸的 228事件 之后 可能还不到三四年的时间 嗯 所以在当时 其实他们的结婚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 双方彼此 互相不信任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种情况 在我们家里 我是 可以理解的 但是也因为 他们有相同的价值 好比像说 重视自由 那重视这种慈爱 那两位也都是 虔诚的天主教徒 嗯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一种 比较普适的这种价值 把他们连结在一起 嗯 普适的价值呢 哦 清道 不好意思 可以问 您的衣服 看起来很特别的 是 有些 嗯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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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想要彰显的特色 还是什么 你说材料吗 这个材料叫做 咖啡沙 烤 对 那它是用 我们喝咖啡 剩下来的残渣 叫咖啡渣 然后再加上 回收的保特瓶 那一起制成的这种布料 哦 所以它在现在天气特别冷 我们寒流要来的时候 它这个是叫EchoTech 就是像GoreTech一样 嗯 是非常预寒保暖 但是轻便的材质 那因为它呃 是循环经济 嗯 所以每一次穿的时候 呃是有点颠覆我们对于回收的看法 嗯 因为以前都觉得说回收 好比像说一次用的纸 回收之后再做成再生纸 嗯 总是觉得说呃它的不管是材料的用法 或者是它可以使用的地方 嗯 都稍微少一些 嗯 那但是呢现在是所谓的upcycling 嗯 就是说它本来是咖啡渣跟保特瓶 嗯 但是当它回收把这两种材料结合之后 它变成一种机能的布料 也就是我都不需要拿去干洗什么 它自己就会清除上面的意味 所以它只要挂着通风 它等于自己就可以清洗 那所以它的价值就比咖啡渣或保特瓶 本来的价值要来个高 所以这个叫做upcycling 就是循环经济里面很重要的一点 哦 这个 我不知道有这样子的这个布料 对 那你每天都换这个衣服来 因为它只要挂着通风 就会自动清洁 所以我现在每天都穿这一件 哦 颜色或者是这个 画画的 这个 因为通常我都是穿黑白灰结的衣服 但是确实像您看到的 会有两种颜色 一种是很深的蓝色 一种是稍微浅一点点的蓝色 那在SDGs就是永续发展目标 就是深的蓝色是叫做partnership for the goals 就是达到共同目标的伙伴关系 那在这个浅蓝色来讲 它是叫做开放政府 也就是即时的和平的 但是又能够让大家都能够被包容的 一种达到正义的一种方法 所以开放的治理跟全球的伙伴关系 这两个颜色是我特别在意的 哦 这个 证明的衣服都会有这两个颜色在里面 对 那其他的就是以黑白灰为主 哦 厉害 不好意思 可以问吗 你的头爬的这个长爬 也是有特别的意义吗 或者是 嗯 就是懒得见吧 哈哈 哈哈哈哈 比较久才接人一次 哦 真的 啊 ok ok 谢谢 那另外一个问题 谢谢 啊 啊 对于那个 将 网络技术在民主制度下 获用的这个时候呢 你认为 优点跟缺点分别 有什么 有什么样的优点跟缺点 缺点很容易讲 就是如果你让任何人都可以透过网络来参与民主 嗯 那么连不上网络的人就被派出在民主制度之外 嗯 那所以呃 它的优点几乎都是建筑在台湾我们叫做宽平人权 嗯 任何地方只要每个月499块 嗯 就可以用非常快的速度接取到网络 那即使是在偏乡在里岛在高山 嗯 都有这样子的收训的能力 而且不但如此 如果它没有像这样子的平板的话 嗯 也可以到学校图书馆或者是文件站等等的地方 嗯 来使用 也就是说 只有当大家都有这种宽平的参与权的时候 我们在上面网络民主的优点 嗯 就是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参与民主 而不是只有每四年或每两年才上传三个位云就是投票了 嗯 的这样的情况 但是确实如果没有宽平人权的话 它很容易变成有网络的人可以决定没有网络的人的事情 哦 这个部分 哦 知道 那您的 你们的这个开放 台湾政府最终的开放政府的这个 具体上有什么样的优点 嗯 对那个为了这个推动台湾民主所扮演的这个决策 嗯 我想最大的优点就是 我们透过我们把我们决策的过程 而不是只是决策的结果 去给各界开放 嗯 这样子的好处就是大家可以我们叫集思广义 嗯 就是说不是只是等到说最后政策决定了 大家来执行 嗯 而是在政策的最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开放全台湾的高山呢 嗯 我们要怎么样子开放海域呢 等等的情况下 我们就在我们还没有很固定的想法的时候 嗯 然后呢我们说你行你来嘛 我们开门造句 任何有想法的人 他的想法一下子就可以变成我们政策的一个优点 那其实我们在防疫上也是如此 任何人有一个新的想法就可以把这个想法打电话给1922 告诉我们的1922的朋友 那如果这个想法真的是一个新的想法 以前没有听过的 那在隔天下午两点 我们的防疫的指挥官陈时中部长 就会说我们昨天接到这个想法 我们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不管是说粉红色的口罩啊 还是说用电锅可以消毒口罩啊 等等这些当然不可能是我们关在这边想得出来 而是全台湾的人都想的方法 或者是说应该用地图的方式啊 对话机器人的方式啊 去把药局的口罩存量给大家看到啊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民间所想到的嘛 所以民间想到的 我们政府立刻就参赛 立刻就去增幅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达到集思广义的一个目标 那粉红色的口罩或者是那个用电锅 这个也是 都是民间的想法 都是民间的想法 这样子哦知道 然后很快速就 很快速的就是用粉红色口罩来讲 应该是隔天吧 就指挥官跟他所有的这些记者会上的朋友 都戴上粉红色的口罩 也有非常多的品牌 在之后就通通都变成粉红色的 所以粉红色忽然变成很流行的颜色 那当然最近因为有同志搭游行 所以彩红色的口罩也是很流行的 那把口罩变成一种流行时尚的 物品的好处 就是大家更愿意带个一整天 因为这是他的时尚的态度的展现 那这样子的话 无形之中也让病毒不容易扩散 虽然说我们已经两百多天没有新冠肺炎的病毒 但是我们也因此 连流感啊 抢病毒啊 人家常常洗手啊等等 都几乎完全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那在一般的情况下 即使没有银钢压新冠肺炎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是值得推广的社会创新 对对对对对 你认为台湾这个 现在已经从四月中旬没有什么感染了 我觉得台湾就是唯一的这个国家了 这个 这个理由就是你开始有什么 对我刚才说了 就是因为戴口罩变成一种 大家自动自发 不是说政府来命令 事实上你如果随便在街上问一个台湾的朋友 他会说即使政府说捷运上不用戴口罩的那段时间 我们也会戴口罩 戴口罩是我们自己要的 不是政府啊 政府的可能唯一的功劳吧 就是确保说我们就是国家队的这个生产 从每天200万片到2000万片 能够很有效的配送到大家手上 没有囤积的问题 这部分确实是政府的贡献 但是所有其他的部分 包含说大家自动自发 愿意戴口罩清洗手 包含用一些很可爱的方法 像那只柴犬啊 宗柴啊 去说不要吓到吃手手啊 还是什么之类的 这些都是靠民间自动自发的传播 那数学模型告诉我们说 只要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 愿意戴口罩清洗手 那么这个疾病的儿子 就会小于一 只要小于一的话 他就会慢慢的决机了 嗯 嗯 因为那个不知道为什么 日本的媒体把那个政委 在防疫上的功劳 看得很重这样子 好像就是你是一个大人 但是我们跟办公室这边接触的时候说 其实不是这样子 都是民间的想法 嗯 当然了 所以你在防疫上协助的部分 大概是什么 就是把民间的好的想法 带到院长 带到指挥中心 他们如果愿意采用的话 在隔天就会让全国知道 我只是中间一个好像 居中协调或者转意 或者一个管道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嗯 知道 那个开发那个软体 那个药局的那个地图的软体的时候 你只有 你的这个 你做的就是 有什么样的内容 我是把他一开始的那个版本 带到院长面前 那院长说 那我们就全力来支持他 不要让他好像只套药包 负担全部的费用 那我们也确保说 要举及时的库存量 不是每天公布 而是每30秒就公布 这样在排队的人就可以 自己也能够来集合 这样子的系统是正常的运作的 因为你看到前面的人 刷了健保卡之后 你只要看你的手机 就可以看到存料 真的有下降等等 那但是这部分的工作 是由健保署的朋友做的 这一部分的 包含一开始的两个地图 以及对话 机器人叫机关家 是民间的朋友做的 我只是确保 各方都知道 彼此在做什么 在排队 知道 然后 听说你用的手指 不是这个就会手指 而是一般的这个手指吗 那你要我拿来给你看 可以吗 可以吗 您指的是这个吧 就是你的手机 它是智慧手机 它可以放YouTube 所以 放YouTube 对 如果能够放YouTube的话 还是智慧手机 对 它并不是 它只是看起来 很像以前的 就是Nokia的手机 它故意 让它的外观 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在里面 YouTube 啊 Twitter 都是可以运行的 那您 为什么 不会用这些 智慧手机 我已经说了 这个是智慧手机 哦 这个也是智慧手机 哦 对啊 哦 知道 对 看起来这个 不是智慧 但是里面全部都 是智慧手机 唯一的差别 是它没有触控的荧幕 哦 除此之外 也没有什么差别 这样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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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好意思 所以 不会用这个 触控的荧幕 而是用这个 的理由是 就好像我刚刚 用这个 iPad的时候 其实它明明 有触控的荧幕 但是我也 你可以看到 是用键盘 跟这支笔 在操作它 我也没有去触控它 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我如果用触控荧幕 我会有一种幻觉 好像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那就很容易去成音 但是 如果我隔着一支笔 隔着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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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操作的话 那就不会有一种 它是我身体部分的幻觉 也就没有成音的问题 哦 身体的感觉 自分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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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您觉得太过依赖这个3C的话 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嗯 我想 这不是 传统意义上那种依赖性 就是说 呃 我觉得好像随时都有新的东西进入 嗯 但是如果我是用笔也好 或者是键盘也好的话 是我想到 我想要查什么资料 嗯 我想要去跟谁通讯 等等 我有一个主动性 我先想到这个 它才发生 但是如果你一只滑手机的话 这个滑的动作是下意识的 不是你想要滑 所以才滑 而是已经变成一种像习惯一样的作为 所以它的差别是谁才是主体 是你的有意识的行动是主体呢 还是说好像在这里面的演算法是主体呢 的这个差别 哦 知道 我妈妈被 被控制 不行中就容易被控制的 哦 知道 请听一下 啊 你也有想问的问题 哦 有问题 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那个 我去看这本书 看这本书 看那些书籤 是 然后就看到说 呃 您跟家人在德国求学 那 那时候 对于继续升学的问题 你有想到说 想要改变当时台湾的教育 嗯 那多年后 台湾也确实进行一些教育的改革 然后之后 又提出一些开放政府的理念 那现在也看到政府这个 5G体有相当的转变 比如说 回应民意的速度变得比较快 这样子 或者是有些部会的官网 它的统计资料更容易取得 或是更视觉化 这样子 那您觉得往后那个 台湾内部 会有什么样大方向的改变吗 或者在什么样的领域这样子 嗯 我想我们现在有开放政法的国家的行动方案 那是行政院的一个小组 那这个小组它的特色就是它会在各个不同的方面都把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种开门造句啊 你进入你来的这个行动 进一步的放在逃避上说 新住民相关的事物 援助民族的参与 等等的地方 也就是说 传统上面的民族 你如果你有投票权的话 那民族制度是为你服务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投票权 或者怎么样都不会有投票权 前面在讲的是特别年轻的朋友 可能他才16岁15岁充满了想法 但是还没有投票权 然后面再讲的可能是一些短期的一些移工 他在这边工作一阵子还要回去 那他也没有投票权 那这些朋友 我觉得我们未来在这边包容性的原则里面 就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把他们演纳入 关于他们的事物 就必须要有他们的参与 像其实我们之前有去访问一些 关于那个移工方面的问题 那就是也有讨论到说 他们觉得说 虽然我们那个口罩的那个 在超商预购的那个界面很方便 但是对他们也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这样子也 比如说我们预购的时间是固定的 但是他的时间不一定可以配 就发生一些可能他们觉得 不是使用上那么顺手的地方 我有理解 也听不到 所以后来才是变成取货的时候顺便虚构 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那即使是忘记去取货 我们现在也有一个补领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那这些都是在大家的反应之下 那这些都是在大家的反应之下 我们慢慢来调整 那这个 那这个 你也对他 你有这个 有特别的这个感觉 这个是上次就是我到法库山相关的一个课程 去上课的时候他们送给我的嘛 对 所以就是类似一个像纪念品一样 对 他是说面对他接受他 处理他 放下他 就是法库山 圣燕老师 在台湾很多人都有听过 有这样一个扣诀 对你的工作也有有些关系 或者是 你可以这样说吧 因为我们做开放原始码 跟自由软体的开发的时候 是大家要群策群力嘛 但群策群力自然就会有人往不同的方向发展 这个叫做一个分支或者是一个fork 那每次有一个分支 那他想出一些新的方法的时候 就像刚才讲的 你请你来 那这个方法就要参采 变成我们的能够接受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在最一开始 我们就必须要fetch 就是去充分的了解 他的这个新的想法 那这个就相当于是去面对他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merge 就是去把他的这个想法 跟我们也在发展的想法 能够把它合并在一起 找到共同的价值 那这个就相当于接受他了 那接下来我们在合并之后 我们就要想说 那既然有了共同价值 有没有一些创新来实践 这些共同的价值呢 那这个是要commit 这就相当于是去处理他了 那之后呢 当我们有这个创新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创新扩散了 让所有人都知道 那这个是一个push 那也就是好像是我们要放下它 就是放下好像只有我 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执着 而是接下来任何人 又可以在这个上面去fork 去延伸 嗯 嗯 知道 嗯 不知道 有好多 那个画也是有对您有特别的 怀念啊 或者是有意思吗 嗯 这些大概都是外国的朋友 来访的时候送的 嗯 那个画是 应该是 就是 东加勒比海的朋友送的 那像那是柏林熊嘛 然后那个应该是阿姆斯特丹的房子等等 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 但是现在不能一下讲不完 啊 ok ok 知道 啊 后来 啊 请教一下 啊 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那个 最近 越来有台湾人 觉得自己就是 台湾人 然后 自己觉得自己就是 中国人的人越来越少 那个根据 这些通知啊 你认为 将来 这个 台湾的意识形态 变成 有什么样的 这个 状态吗 嗯 我自己是觉得我是 嗯 Homo sapiens 啊 现代之人啊 哦 大家都是路西子孙嘛 嗯 对 就是东非嘛 东非才是 祖国啦 不能说祖国 因为路西的时候 没有国家的概念 而且 严格来讲 路西也不是Homo sapiens 那但是 智人当然也还是 从东非起来啦 嗯 那我是觉得当然 我自己是抱持着 这样的想法 嗯 你 男生 无政府 以前 以前 无政府主义者 听过 但是 如果 如果 误解 那是 什么意思 嗯 以前好像看过 访谈 就是 看到说 你认为你是 无政府主义者 嗯 那不晓得 是不是我们 有理解错 你本来是说 你本来就有这样子的看法 嗯 我是 如果用中文的话 我通常会说是 安娜奇 哦 嗯 对 安娜奇 他讲的是说 人跟人之间 应该用自愿的方式 来互相合作 而不是透过威权 用暴力命令 等等的方式 嗯 这种方式并不是 呃 特别在讲政府 嗯 因为以开放政府来讲 也是靠自愿的方式 来互相合作 嗯 那但是当然 传统上面的 国家的政权 嗯 或传统上面的一些 呃 甚至公司行号啊 在里面也有很多 强迫性的 命令性的 这样子的做法 所以安娜奇 并不是特别是说 呃 反对政府啊 或者是 呃 公司啊 或者是 呃 所有其他的制度 他是反对一切 在这些制度里面 呃 有强迫性的这些部分 嗯 嗯 不知道 啊 不一定是反对 反对政府的这个抗反 嗯 应该是说 在当年就是 提出 呃 安娜奇的想法的时候 嗯 当然 呃 当时国家的政府 是主要的 暴力的来源 是暴力的垄断者 嗯 但是在现代 已经不是这样子 嗯 不管是监控时的资本主义 嗯 或者是很多 呃 在网路上面 他自发组成的 这些组织 嗯 其实我们的治权 已经非常的重叠 嗯 呃 不是只有国家垄断暴力 也有很多别的方式 呃 去强制嘛 好比像说 发动一些 呃 资安上面的攻击 哎 这也是一种暴力的形式啊 但是未必是所谓 国家政权来发动的嘛 那所以我想安娜奇的重点是说 有一切的这些暴力的形式 嗯 或者是胁迫啊 命令的这种形式 嗯 呃我们都要用互相合作的方式 嗯 或者是大家是以自由意愿为出发点的方式 嗯 而去取代它 嗯 嗯 那您原来 接受现在的这个 这个 政府的时候呢 有没有有用呢 或者是 那我有三个条件嘛 哦 一个就是说 我不接受命令 也不下命令 嗯 任何跟我工作的同事 都是自愿 来的 但是它也不是 呃 work for me 但是work with me 嗯 那我也不是work for the government 我是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是和政府一起工作 嗯 就是为了政府工作 嗯 那这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 那另外两个就是 一个是说 好比像说今天的这个对谈 嗯 我们也会公开嘛 这叫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基础的透明嘛 那另外一个是 在任何地方工作都算成工作 嗯 那这三个加起来 其实就是类似于网络治理 Internet governance 对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要素 嗯 所以我的工作条件 基本上 并不受到现有的这种由上而下 的这样子的习惯所影响 嗯 我们这边是纯粹横向的一个组织 嗯 嗯 我知道 嗯 好 另外一个别的问题 啊 我自己一直 从 昨年六月 我一直都在香港 总共200天 来 台湾现场 包括这个 国安法实行之后 也是 在香港的 嗯 嗯 嗯 认为 这个 比较模糊的这个问题呢 香港人他们未来 嗯 嗯 不好意思 嗯 ちょっと怕 香港人 香港人 幸福に 暮らせるために 将来 どんな方法がある と思いますか 嗯 嗯 嗯 他想 请教 就是说 如果 香港人 想要生活的 很幸福的话 你觉得有什么方法 嗯 嗯 我觉得 首先就是 国际媒体的关注 是最重要的 嗯 嗯 就是说 派驻在香港的 国际媒体工作者 来报道台湾的情况 嗯 并且来争取就是 国际啊 好比像说 国际特赦组织啊 等等的这些 朋友们的支援 那这个在台湾的 民主化的过程里面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 那当然现在是有一点 好像反转的一个情况 嗯 反而是 台湾对香港的 独立书店啊 台湾的 呃 就是 创作者 对香港的创作者啊 或者是 台湾的学生 对香港来这边的学生啊 等等 那我们透过 好比像说 在这边举办 奥兹路自由论坛 嗯 或者是说 在这边有 五国界记者 当然 国际上面 NDI IRI 或者 对国的FMF等等 那他们本来可能 总部设在香港 嗯 那也都 到了台湾 嗯 但是即使他们到了台湾 他们还是跟你一样 非常关注香港的情况 嗯 而且要全世界持续关注 这个情况 嗯 他就不太会有大规模的 这个 这个 那但是如果大家 忘记了 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话 嗯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说人权的倒退 可以是非常坏的 嗯 所以我想我们这边 也会尽我们这边的义务 嗯 就是去让香港人 有一个安全的 它可以发生的这样子一个管道 而且也邀请全世界的朋友 一起来关注香港的情况 嗯 嗯 了解 嗯 还有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嗯 除了这个 国际媒体的关注之外 香港人 他们本人 要难过做的 这个方法 有没有 嗯 嗯 嗯 除了外部的关注之外 他们自己内部可以做的 有哪些 你觉得 嗯 当然我也会到 好像说 莲登啊 这样子的地方 来看他们很多的 创新的想法 嗯 所谓的像水一样的一种运动的模式 嗯 其实就是因地制宜啊 所以并不是说 好像 任何人讲的 一个方法 然后大家就照着做 因为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反而没有像安娜奇的那种 呃 因地制宜的能力 而是会变成是 由上而下的 他们叫大台嘛 嗯 会变成一个大台 那只要一有大台 那就会 呃 那个大台很容易 就被逮捕 或者是就被 攻击等等 那所以 反而这种没有大台 因此也没有什么特定的 由上而下的 指导原则的方式 或许才是最好的方式 嗯 知道 哇 嗯 然后您 2014年 太阳白运动那时候 你在 立法院里面 有这个直播 请教一下 那时候你 出现了 你为什么觉得 要直播 内部的这个情况吗 呃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当时有很多的谣言 嗯 那所以 呃 我们除了透过直播之外 也没有什么别的方法 让这个澄清的速度比摇远 散播的速度快 嗯 嗯 我知道 那个经验就是 现在 您 您的工作 什么时候啊 从那个经验 来学习 很多问题 很多方法吗 当然那是其中一个经验 但是 呃 因为我从十四五岁 创业 呃 做的题目 一直都是怎么样 透过网路 让大家不是只是 呃 各做各的 而是能够加在一起 做一些共同的事情 嗯 所以当然在二零一四年的时候 那是一次demo 就是一次示范吧 但是我在之前之后的研究题目 也都是这样 嗯 知道 嗯 嗯 嗯 那今天就先这样子 谢谢 谢谢两位 很棒的问题 那谢谢 谢谢